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雨量还是稍微比较偏多 中南部跟东南部的话 天气相对来说就稍微比较稳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在风向的部分的话 今天也逐渐转成有点偏东南风了 所以在过来几天 我们台湾都是受到东南风的影响 空气会比较温暖 感觉上会比较像这个夏季型的天气 那么在水气的部分的话 明天的白天水气 是算是在逐渐减少 但是明天晚上可以看到又一波水气 如果我们台湾一直到礼拜六的这个上半天 所以可以看到从礼拜五的晚上 到礼拜六的这个白天的时候 北部东北部还是有一些短暂震雨 甚至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 在礼拜六的下午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水气还会再往北台 一直到下个礼拜三 这个北边的这个比较不稳定带 有点像这个风门渔系 才会再逐渐往南边 影响到我们台湾这附近 所以大致上过来一个礼拜 都算是比较夏季型的天气 只是说在我们台湾北部海面附近 有一些水气在这个地方有点南北摆档 但是跟我们台湾都算是 有一些距离所以天气 大致上可以算是比较稳定的 只是要稍微留意 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下个礼拜也要稍微留意 到五月初的时候 可能南方的这个热带延面上 有一些扰动生成的机会 但是因为时间还比较长 所以我们持续的来观察 就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北部东北部 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中南部山区 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午后的雷震雨 尤其是在礼拜五的晚上 到礼拜六的白天的时候 水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多 因为就是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因为转程偏东风到东南风之后 我们东半部地区是迎风面 所以东部也要留意 比较容易有一些 逐步零星的短暂震雨 那看一下未来四天的降雨的预测 礼拜五来说的话 我们的东北部 东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中部山区 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下 可能军部地区 还有一些震雨 那么礼拜六 那下个礼拜一呢 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迎风面的这个东半部地区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因为就是在山区 还是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方面的话呢 明天随着这个天气好转 那么也吹东南风到偏南风 所以温度也明显上升 北部的话可以看到低温是22到23度 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 是有点夏季型的天气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部的话呢 低温是大概23到25度左右 高温的话大概是31到33度 下个礼拜一开始有这个温度 还会再更加的温暖 南部的话呢 低温是大概25到27度 中午高温有31到32度 那么来看一下在今天晚上 各地的天气的大多都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 我们的这个东部台东 绿岛南雨附近 降雨机率稍微比较偏高 中南部地区另外注意的是空气品质 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到东南风 所以我们西半部是在被风测 扩散条件稍微比较差一点 那么中南部的话是有机会达到橘色的这个灯号 那么看一下明天白天的天气 各地都还是以波云到晴为主 东半部的话呢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有一些举步零星短暂正正雨 另外在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因为转成偏东 东南风至我们北部的话呢 算是一个这个被风处 所以扩散条件可能稍微比较差一些 要离开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达到橘色的灯号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是各地几乎都是转型回温 各地的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0度 北部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那么明天晚上到礼拜六 水气稍微增加 在我们的这个中部与北地区 我们北部的话呢 还有山区有一些举步零星的混战正正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